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今年全年增长7.6% 三季度增长复苏可能有7.7% 四季度再次回到7.5%左右 就是四季度的时候 增长的势头 复苏的势头有所放缓 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放缓的原因是 信贷在五六月份以来已经明显的放缓 所以它也会有一个滞后的影响 因此对今年到年底的时候的经济增长 可能有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方面会有一些压力 产能过剩问题比较严重 是不是会说大规模的去关闭这个过剩产能 来够把这个情况化解掉 这也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 关闭产能就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影响到就业 那我们政府肯定是比较担心这方面的 对经济的这个影响 因此从目前来看 政府基本上还是采取的 就是怎么去刺激需求 把产能 过剩产能给化解掉 这个应该说一直都是这么解决的 但是这种解决方式也有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里面过剩产能永远都不会消灭掉 为什么呢 情况差的时候呢 大家觉得政府会来救我 我就消耗掉了 情况好的时候呢 再继续扩张 所以为什么我们十年讲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 从两三千万吨的产能讲到了九千万吨的 从两三亿吨的产能讲到了九亿多吨的产能 还在讲钢铁产能过剩 不是说刚这个产能过剩的多严重 而是说它一直都存在 因为没有人真的让它就是关停并转 到时候就总是希望着政府能够这个 面多了加水 水多了再加面的这样一个过程继续下去 所以呢 是不是这一轮政府就会大规模的关闭过剩产能 来降低杠杆 我知道这个也发改委 工信部列了一系列单子 我觉得我要看这个 我们要看它的实际的行动到时候 真的是不是会管 目前来看 只是有一个希望是会这样的 总之事 适合中的元素 经历,共江局总的元素